今天我们进到了民宿记 民宿记 民宿记为什么叫做民宿记呢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数点人数 民宿记记载的主要有两个重点 就是两次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第一次的数点在民宿记第一章 这里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主 人民的数目 下面说计算所有的南丁 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 他们就来到西乃山 经过一年 那么把会幕已经建立起来之后 那么进入第二年 神就在西乃山叫他们数点 这些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 到底以色列有多少人呢 那么这么算 算的结果在一章四十五节说 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点 造宗主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那这次里面数点算出来的是 二十岁以上的南丁 共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那所以换句话说 那么妇女不算 那么青少年儿童不算 那么成年人二十岁以上的六十万 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人数 大约应该乘以三或乘以四 也就是两百多万人 整个以色列出埃及就两百多万人 这是第一次的数点 那第二次数点在民宿记的二十六章 从第一次章那里到第二十六章 第二次的数点 那这次的数点 他们已经来到摩亚平原 当中经过了三十八年 经过了三十八年 所以第二次数点 他们已经来到这里 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了 神叫他们第二次数点 他这里说到 一二次同样一年 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 凡以色列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而这次的计算到底有多少人呢 那么以色列人 共有六十万一千七百三十人 两次的计算的里面 那么这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第一次在西乃旷野 出埃及到的第二年 那么一共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年 经过三十八年之后 在摩亚平原 再一次算多少人呢 六十万 一千七百三十 其实这是一个 很悲哀的数字 四十年之后再算一次 不但人数不是没有增加 人数反而减少 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间 他们中间经过三十八年 旷野的漂流 那是一个以色列人 非常悲哀 很痛苦 很负面的 一段的三十八年的 旷野的漂流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的人生 不要是一个空白 打转 浪费 倒退的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神本来一路就要带他们 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而可惜 以色列人竟然发生了 等一下我们会提这件事 以至于在旷野 漂流了三十八年 那终于民宿记结束在 他们来到摩亚平原 这时候三十八年过后 上一代全部都那些南丁 全部倒闭旷野 而新的新的 现在计算的人口 是新的世代出来的 那么他们准备了 要进入迦南地 那么民宿记就结束在这边 准备进入神明记 好 那么下面我们要看一个卡通 那么对民宿记很简短 二要的介绍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民宿记开篇就讲述 以色列人结束了在西奈山 长达一年的停留 开始向旷野行进 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 这卷书的情节是根据 以色列人的行程阶段设计的 第一部分开始于西奈山 然后他们出发去巴兰的旷野 从那里又去摩亚平原 摩亚平原就在应许之地的对面 第一部分以普查人数开始 本卷书也因此得名 随后是安排以色列各支派 在营中位置的规则 中间是会幕 围绕会幕的是祭司和立位人 他们周围是排列整齐的 十二个支派 以犹大为首 这一切都是精心的预表 表明神在百姓当中 彰显自己圣洁的同在 接下来的系列规定 是对立位祭中 有关捷径规条的进一步展开 如果神与百姓住在一起 他们就要尽力让营地干净 因为这是迎接神的圣洁之地 在第十章 表明神同在的云彩 从会幕升起 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西奈山去旷野 但一转眼 情况就变得极其糟糕 在第十一章 以色列人开始抱怨 又渴又饿 说自己多么想回埃及 第十二章 摩西的哥哥和姐姐 起来反对他 在会众面前说他的坏话 显然这段行程的开端 并不顺利 接下来讲述了 以色列人到达巴兰的旷野 那里距离应许之地 还有约一半的路程 神让摩西派出十二名探子 每个支派出一个代表 前去查看应许之地 回来之后 十个探子说 以色列人在那根本活不了 迦南人会灭了他们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说 神会拯救他们 但那十个探子煽动人心 使百姓陷入惊恐和愤怒 他们甚至开始策划一场叛乱 将任命新的领导人 带他们返回埃及 可以想象得到 神因此极为愤怒 于是摩西替百姓带倒 求神信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一次神答应了 但不能牺牲他的公义 神把以色列人想要的给了他们 使他们终生无法踏进迦南地 神审判这一代人 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直到全部死去 只有他们的儿女 才能进入应许之地 你可能认为 这个后果如此严重 以色列人应该有所警醒 事实反倒更糟 有一大群立位人表现悖逆 挑战摩西和亚伦的领导地位 说他们的权力太大了 所以神严厉地对待这些立位人 重申了他对摩西和亚伦 做以色列领导人的任命 以色列人离开巴兰地区 再次启程后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他们再一次因为干渴而抱怨 质问摩西 为什么把他们带出埃及 于是神让摩西吩咐 磐石出水 给所有人喝 但摩西没有照做 他越过自己的权限 再次击打磐石 然后说 你们这些背逆的人听着 非要我们叫水 从磐石流出来给你们喝吗 不久 以色列人又开始背逆 神因此施行了一场 奇怪的审判 他让毒蛇来咬他们 摩西为这些人代求 神告诉摩西 造一条铜蛇 把它挂在杆子上 凡是抬头仰望铜蛇的人 蛇咬的伤就会痊愈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标志 但它表明 神信守立约时 面临的挑战 神审判以色列的邪恶和罪 是公义的 但即使神的审判 对那些仰望神 求医治的人来说 也会转化为生命的源头 从这里开始 以色列人进入摩押平原 这段的第一个主要部分 重点讲巴兰 这个奇怪的人物 当一大群以色列百姓 途经摩押领土时 摩押王吓坏了 雇了一个外邦术士巴兰 来诅咒以色列 在三次不同的时间 巴兰发现他无法发出诅咒 只能说祝福 请记住创世纪十二章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巴兰不但无法诅咒以色列 而且神给了他一个意向 让他看到未来的以色列王 有一天将把神的公义 带给万国 这卷书剩下的部分 重点讲述了 旷野一代人的儿女 他们开始预备继承应许之地 以色列再次数点新一代的人 然后他们继续生活 并在与周围族群的战斗中 取得了胜利 而后有几个支派 甚至开始在应许之地定居下来 民书记以新一代以色列人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 作为结尾 摩西在此做了最后一场 充满远见着实和警戒的教导 这就是民书记的经意 好 我们拍手 谢谢这个影片 是他们简短的几分钟 能够让我们对整个民书记 主要的重要的整个事件 能够有一些的了解 那帮我们接下来 跟着教会的进度 一起来读民书记 那今天我们要第一个信息 就是你与上帝祝福的距离 那人人求福 我们多愿意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是你希望 而是上帝比你更希望 你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上帝整个福音 就是要把我们带进 上帝的丰盛和祝福的里面 那所以圣经里面 亚比斯祷告说 圣愿你赐福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创世纪26章那里说到 以撒在那地跟着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下面后面加了一个附注 叫做什么 耶和华赐福给他 看到没有 耶和华赐福 百倍的收成来自哪里 耶和华赐福 我们感谢祖福这里 百倍 人努力是会有所得 但是要百倍的收成 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这里看到 神的祝福会带给我们 超越我们所应该有的 神带领我们 当我们努力进行 因着上帝的祝福 会有三倍五倍 超过我们可以有期待的 上帝喜欢我们在祂的里面有丰盛 上帝要在祂的恩典 在祂的祝福里面 带领你有三倍五倍十倍 甚至百倍的收成 我感谢主 从我26岁出来传道到今天 我真的看到我一生有百倍的收成 这我今天所有拥有的 不是我的努力可以达到 可以做到的 我感谢主是耶和华的赐福 接着我们看到约瑟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 一切所有的都蒙 耶和华赐福 弟兄姊妹听好来 神的祝福是包含凡家里和田间 让基督徒给你自己画一个图画 凡家里和我田间的都蒙 耶和华赐福 最后生命记 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生所生的 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肚羊羔 都必蒙福 弟兄姊妹 上帝祝福是都必蒙福 包括你生的 你生地产的 牲畜下的 牛肚羊羔 都必蒙福 所以弟兄姊妹 看到一个有神祝福的人生 多美好 而这就是上帝要带给你的 从创世纪开始 上帝就赐福人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有了耶稣以后 你要期待你的人生 生命要进入生命和丰盛的里面 因为这就是上帝对你的计划可预备 一个有神祝福的人生 多美好 基督徒啊 你的人生要成为一个 有神祝福的人生 但是可惜 有人与上帝祝福的距离 好远好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一个重点 神愿意赐福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多好 都是神要给我们的 神预备放在他们里面的 但是可惜 有人跟神祝福的距离 好远好远 今天我们就要看一段 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们是如何跟神祝福的距离 好远好远 这里说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纳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的旷野的家底施 然后就报告给摩西跟全会众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地方 果然是流南云密之地 然而住在那地的名强壮 曾也坚固宽大 看见了亚纳族的人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完 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族能得胜 但是可惜 其他的十个探子却从中 我们不能上去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三十二节 探子中有人轮到所亏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什么信 报恶信 对我姊妹求主怜悯 做基督徒的 我们只有传福音报喜信 我再讲 基督徒有了上帝以后 让我们不要报恶信 让我们只有传福音报喜信 因为上帝恩待我们 你知道这个恶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吗 接着下去 他说 他们全会众听到这个恶信以后 大声喧哗 那也百姓都哭号 弟兄姊妹 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是带给人欢笑 带给人盼望和力量的 让我们不要报 让我们的话 让我们这个人 使得人变成的哭号 神的福音从来都是带给人得胜 荣耀 丰盛 只有撒旦魔鬼会带来哭号 求主自己怜悯在我们的当中 作为基督徒 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报恶信的人 让我们只做一个传福音 报喜信的人 然后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开始埋怨 你知道恶信 结果传染了全以色列会众 他们就开始了抱怨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这里 然后说耶和华为什么领导 他们从抱怨摩西亚伦 开始了攻击抱怨上帝 你知道吗 恶信这是魔鬼最坏的 让人里面开始抱怨 然后开始怎么样 他们攻击耶和华 反对耶和华 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 你知道吗 这是最恶劣的一件事情 他们开始埋怨上帝埋怨摩西 使我们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必备如留 我们回去埃及 他们开始背叛上帝 他们说比如说我们不如立 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弟兄姊妹 保罗说以色列历史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帮忙今天的信息停留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当中不要再走以色列人的错误的路 这里说到摩西打拔他们去溃探迦南地 说你们从南地上去 然后他们到了以色个谷 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 上头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 又带了些石榴跟五花果树 这两节圣经的背景是这样 他们经过了三十八年 刚才告诉我们 经过不是他们在 他们不是三十八那是第二次 第一次他们已经来到家底斯巴尼亚 眼看就要进去迦南地 只要过了河就可以进去 所以摩西在这里打拔了十二个探子 进去里面先去观察和探路 上帝说流奶与命 到底真的假的那地是怎么样呢 所以他们就从河岸的一边上山去窥探那地 到了这里说到以色个谷 然后就砍了一挂葡萄 而这一挂葡萄 超级大葡萄 竟然大到需要一串都要有两个人来抬 这位子妹你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一串的吗 有吗 我在超市里面看过好大的葡萄 好漂亮的葡萄 一串最大也是这样 再大也就这样 一串很可怕 一串要一千多块 我不知道葡萄什么时候变那么贵 有一天人家送我们的一串这样 一边吃拿一粒手要发抖 一颗吃下去几十块钱一颗葡萄 哇 可是迦南他们带回来的葡萄 两个人才能抬的葡萄 弟兄姊妹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看他 没有看过 两个人一串葡萄就要两个人抬一抬 很显然那地复不复苏啊 非常的复苏 弟兄姊妹请听好了 在神的祝福里本来就是这样 上帝说我要给你的就是这样 神的心意就是要你活在丰富的里面 神对亚当夏娃说 圆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哇 上帝为亚当夏娃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 所有的一切的都是你们的 哇 我不知道上帝有多大的心意 就像你对你的孩子的心意一样 弟兄姊妹 我们生命的葡萄啊 应该是一串都需要两人来抬的 上个月我跟师母到墨尔本去探访 我们的福音中心 那是这样的 2019年墨尔本福音中心正式成立 那成立的时候 李达牧师应该成立的那一次正式就应该去 可是当时候安排的不来 所以我就计划2020年去啊 那海外成立福音中心哪有牧师不去的 一定要去 那没有想到我们都知道2020年快就进入疫情 然后结果就到这样了 从他们2019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年多四年多 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他们 所以现在疫情看了 我觉得实在一定要去看 哪有一个分堂分点成立都没有去看过 所以牧师师母就决定安排了这段的时间 去探访他们 去看了 看到这个这次的建立他们 所以我们就准备好了到那边去 要服侍他们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 摩尔本的第二天呢 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想都没有想到 带我们到了一个澳洲最行的这个景点 就是大宝礁 你想去吗 每一个旅游团旅行团 最到澳洲最高峰的最重要就是大宝礁 哇 我也没有去过 现在叫大宝礁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住在海边 那个旅馆是整个大宝礁里面最好的旅馆 然后我们在海边 然后旅馆门口出去就是海滩了 那个是我一辈子没有住过这么贵的旅馆 那有多贵你知道吗 不能跟你讲 因为实在太贵了 太贵了 整个旅馆才大概才七十个房间 不是那种大型的 是一个很高级的旅馆 七十几个 然后呢 那天我们住到旅馆上去 那个他大概只有一楼二楼 他不是那种大楼那种似的 然后从我的二楼上面就看到 哇 就两只袋鼠在那边 然后师母站在阳台上面 就照了这两张的里面 那他这个很特别 那个海 一夜之间他这个退潮 可以退一公里多 哇 可以藏着海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回来 所以一边有水 一边没水 住在这么豪华的旅馆 这么漂亮的地方 当天晚上 当然是在海边餐厅 吃高级料理 喝非常好喝的红酒 弟兄姊妹我讲这些 我是要告诉你 我没有求这些 我也没有预期这些 我也没有期待这些 我也没有安排这些 但是神就是要给我一串 就要两人抬的葡萄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多么的细腻的照顾我们 他就是要让我享受 我没有期待 我也没有要 我一生里面经历了多少次 上帝细细的为我预备 弟兄姊妹 神在细细的为你预备 正像你为你的孩子 连阴海还没有出生 你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切 他所需要的一切 弟兄姊妹 神的心意 就是要你活在丰富的里面 刚才在经文说到 过了四十天 他们回来报告摩西 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到了你所大巴 我们去的那地 下面说什么 果然是流奶与蜜 这六姊妹 果然是流奶与蜜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上帝的计划 祂为你预备的 祂要你去享有的 要你去得着的 是流奶与蜜之地 所以弟兄姊妹 有了上帝 你要期待你的人生的丰盛 上帝所带来你的 都是流奶与蜜之地 而人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常常不相信神的话 以色列人说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 不认识神的话 不相信的话 今天很多基督徒 最大的问题也是 不认识神的话 不相信神的话 上帝说的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说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 看完以后 正是一件事说 神啊 你说的果然是 神为我们预备的 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可惜 以色列人没有相称的生命 让他们进去承受 神所要给他们的祝福 同样的 对有一些基督徒 你不是神没有给你 预备流奶与蜜之地 而是我们没有相称的生命 去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成为我们的见解 神已经很清楚了 我是要把流奶与蜜之地 而他们去看的果然是 带回来的葡萄是什么 要两个人成能够采的葡萄 你就知道上帝给他们 是多么富庶之地 但是 他们那一代以色列人 没有一个得以进入 求主怜悯我们 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牧师我个人认知 一个人最重要的 就是对神的态度 其实这图案挺好 不是我们奉献多少钱 不是我们做多少工 服事多少 而是对神的态度 我讲过了 有一种信徒是这样的 你叫他不来主日崇拜 不可能 你叫他不十一奉献 也不可能 听起来蛮不错的 比很多人强多了 但是听好了 但是同样 叫他超过主日崇拜 也不可能 叫他超过十一奉献 也不可能 这就是一种态度 我已经定下了 我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 不要再跟我要多了 再多也没有了 就只有这样了 我一定会守主日崇拜的 上帝十一奉献 我不会欠你一块钱 可是但是上帝啊 我跟你仗结亲了 再多也没有了 我们的仗结亲了 十一奉献 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有人对神 就是这样 我的责任已了 义务已了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神要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和对神的态度 有两种对神的态度 第一个就是要神 不要神 雅各跟以扫 大卫跟扫 他们的区别 都不在于资质 财干 或是他们一生做了什么 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 就是要神和不要神 最近流行听下面的话 来跟我们自己来对照 雅各 他是抓着神不放 那人说天黎明了 聋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聋你去 我求上帝把这样的态度 赐给我们夏凯纳 每一位弟兄姊妹 紧紧的抓住神 对神说 我不聋你去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人 紧紧的摸着了上帝的心 他抓住神 他说神我要你 我一定要你 但是可惜 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 有神很好 没神也没什么不一样 也没差 神你要祝福我 当然可以 不错很好 我也享受 但是没神祝福 我也自己搞得很好 人生有你也蛮好 没你我也自己安排得不错 婚姻里面 家庭有你没你差不多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有人主日崇拜 有一搭没一搭的 因为有没有神 对他好像不是很在意 不是很重要 而这里有一个人说 我一定要你 没有你 我活不下去 过不下去 你一定要祝福我 我一定要你 我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强制 要神的心放在我们的当中 而当日雅各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29节说什么 于是在那里如何 而给亚各祝福 一个强烈要上帝 要神的人 他的结论是什么 在那里给亚各祝福 一个要神的人 上帝就会在那里给他祝福 一个要神的人 神在他的身上就有无限的可能 而乙嫂呢 这里说到了 乙嫂对雅各说 我累婚了 你给我这碗红豆汤给我喝吧 然后雅各说 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乙嫂说我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长子的名分算什么呢 有当然好 没有呀 有什么关系 一点都不重要 一碗红豆汤 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这里显然他根本不在乎神 不在乎有没有神的祝福 有没有神的赏识 他说 长子名分值多少钱 会不会有人 我们也是一碗红豆汤 就把上帝的应许 把神的卖掉 因为你根本不在意 有也好 没也好 这就是乙嫂的态度 上帝有很好 没也可以 以少跟神祝福的距离 好远好远 而为什么大卫跟扫罗 一个是神所喜悦的 一个是神所厌弃的 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最大的不同 就在一个要神 一个不要神 一个在意神 一个不在意神 弟兄姊妹你是哪一个 你在意神吗 扫罗做王四十年 但是他绝少带领百姓来敬拜 我读到这里 看到这个扫罗 扫罗绝少带领百姓来敬拜 因为扫罗绝觉得 这个国家的治理 有神没神差不多 有神没神也 我就是 会不会有人 你为什么不 所以他在他治国的里面 没有上帝这一块 在他治国的里面 有很多的做 他练兵 他作舍一切 但是有神没神不重要 所以他不会带百姓来敬拜 同样弟兄姊妹 我们当中的弟兄 你是一家之主 你就是你家的王 会不会你也是 绝少带领 你家的人来 一起来敬拜神 你为你的孩子 做很多的安排 安排旅游 安排补习 安排全家处理 安排什么都安排 唯一没有安排 带他来敬拜上帝 因为在你的里面 你真的觉得 我们的家有上帝 没上帝也没什么不一样 我的孩子未来有神 没神也可以 他就自己搞 弟兄姊妹 这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这就是扫罗 对神的态度 约会在亚比拿达的家里 一放就是四十年 扫罗从来没有去找约会 虽然扫罗仍然在四罗吉甲献祭 事实上约会早就不在四罗吉甲 我们都知道 约会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同在 神的同在已经不在那里了 而扫罗到四罗吉甲 是对着一个空洞 是对一个空气在那里献祭 所以扫罗所做的献祭 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甚至只是一个收览人心的政治手段 有没有约会他不在意 有没有圣真实的同在他不在意 弟兄啊 会不会我们当中我们其实 会不会也是一样 有没有约会我们不在意 我们的家里有没有约会不在意 有没有神同在不在意 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神 没有 孩子以后他们要信耶稣 要干嘛 他们以后自己去搞 这就是扫罗 你知道扫罗离上帝的祝福距离 好远好远 而大卫完全相伴 诗篇132篇讲到神对大卫的约会 扫罗是做王四十年 从没有去找过约会 而大卫一做王 他做的事就是 他说我不容我眼睛睡觉 不容我的眼睛打顿 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大能者寻得去守 你知道这就是大卫 大卫知道 大卫就是跟雅各一样 他说我没有神不得了 扫罗说有神没神 没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扫罗跟大卫的区别 所以大卫一做王 他就赶快 他说不容我眼睛睡觉 要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寻得居所 我们很清楚看到 大卫跟扫罗对神有完全不同的心 而两个完全不同的心 带来完全不同的态度 你知道对神不同的态度 就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 跟完全不同的结局 大卫家日渐强盛 扫罗家日渐衰弱 弟兄姊妹 今天这是一个建计 是一个办例 我们都想要建立我们的家 你怎么建立你的家 扫罗做他以为的 大卫做他心中最重要 他说我的家 耶路撒冷必须有神的殿 有月鬼 所以这是区别 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位男人 你就是你家的王 你会决定你们家 是日渐强盛 或是日渐衰弱 扫罗离上帝的祝福的距离 好远好远 而大卫一生蒙福 做王四十年 神与他同在 他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没有一次打过败仗 这就是大卫 求主恩待我们 你是扫罗的心 还是大卫的心 你跟上帝祝福的距离 是远还是近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对神的最重要态度 就是要神 不要神 第二个 就是信神和不信神 这是我觉得 对神最重要的两个态度 而今天我们读的 民述记的就是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为何如何 是因为不信 以至于到了迦南的门口了 神把美帝摆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却没有相称的生命来承受 以至于再受三十八年漂流旷野之苦 这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会不会有人你是信了耶稣 但是却一直在旷野漂流 希伯来说的作者很清楚的解释了 这一段的圣经 指出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不信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什么 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然后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不信的恶心使他们不能得享安息 也就是不能得地为业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明白 不信神一定会带来属灵的旷野 悖逆神一定会带来属灵的漂流 希伯来书把这种不信叫做恶心 所以不信 不是说灵性差一点 比较没有信心 不信是一种恶心 是对神一种非常恶劣的态度 《生命记》一章二十七节 跟《明书记》十三章十节 也是一个平行的经文 在那里他们埋怨上帝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怎么会有这种结论 神为他们行了多么大的神迹 叫红海分开 一路带领保护他们 结果碰到了难处 就说耶和华恨我们 多少人对神就是这样 哇 我们的儿子没考上台大 耶和华恨我们 我白白侍奉他了 哇 十年 我十亿奉献那么多钱 这些钱丢在水里 也还会碰一身吗 但是奉献给神什么都没有 上帝我为你做多少 我做小猪狼 我做主日招待 我去儿童主日学做老师 我服事那么多 你为什么让我生病 为什么你让我失业 为什么我工作不顺利 你知道人第一个不信 就是对神本质的怀疑 对神爱的怀疑 撒旦对夏娃第一个做的 就是让他怀疑上帝的爱 让他怀疑上帝的动机 撒旦对夏娃说 你知道吗 上帝为什么不跟你吃那个果子 不是上帝说那个果子不能吃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果子吃了以后会像神一样 所以上帝很怕你吃那个果子 撒旦告诉他 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善良 没有你想的这么好 弟兄姊妹 你的神是good God的吗 你的神是良善的吗 你信耶稣这么久 你真想到神的时候 你是觉得爱 觉得美 觉得充满了美好感受 你真的觉得你的神是好的神吗 你真认为上帝向你怀的意念 都是赐平安的意念 你真的吗 如果你信了耶稣 你对上帝单单这个爱 你就不太肯定 我觉得你很难走下去 你如果怀疑神的爱 怀疑神的善良 怀疑神的动静 你还能信什么呢 很多人第一关就走不下去 接下去 他就走不过了 十一奉献就是第一难关 我就只有赚这么一点钱 我还要交贷款 还是要补习 上帝你还要我十一奉献 你抢钱 你是要叫我越来越穷 是不是 你怎么会想上帝要你穷呢 听众子妹听 神要我们做的 都是要把我们带进 丰盛跟祝福的里面 你说明明叫我 我一直要我 跟我要钱 怎么会叫我丰盛呢 你错了 因为上帝说 你有啥种的才会有收成 你要跟农夫说 你要啥种啊 农夫说 我就只有这一点种子了 我吃都不够了 你还要叫我傻 你吃完了 你就完了 很多人不明白 丰盛富足的法则 农夫啊 你不傻 你把它吃光了 你就没有了 完了 你要傻 才会有收成 而下面 你要收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你没有傻 怎么会有呢 上帝说 我要赐你傻种之后 有三十六十 一百倍的收成 神要你做的 都是要把你带进 祝福和丰盛的里面 只有撒旦要扭曲 让你不进入上帝的丰盛 让你怀疑上帝 上帝我们夫妻就这么一点 工作这么忙了 我们就这么一点 神你还要来教会 还要来小组 还要来福祉 上帝你简直是破坏 我们家庭夫妻情感的 小组万岁 家庭破碎 你怎么会想这样呢 你怎么会认为 上帝是要你家庭破碎呢 上帝要剥夺你 让你夫妻感情不好呢 上帝就是要让你的孩子 就考不上学校 就很烂 你怎么会认为 上帝是这样子的呢 可是又不敢不信啊 因为不信以后会下地狱 真的信得很无奈 很多基督徒是很无奈的 巴不得可以不用信 礼拜天睡多一点不好 礼拜天去教会有多好 礼拜天有多少的安排 可以活动多好 人家不用来做主 崇拜得多好 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 你真的是对神最大的污蔑 上帝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连祂的命都为我们舍了 可是我们却说上帝 你苛刻你剥夺 我们却怀疑神的爱 以色列人这是一身罪恶的心 就是怀疑神跟怀疑神的怀疑神的动机 你知道不信的表现 会成为我们生命致命的破口 使得我们来到迦南的门口 却不能承受神的祝福 你知道一切的事件都在这边 上帝没有 神已经在那里 做了预备一切 就是要给我们流奶与蜜 可是他们到了门口却进不去 只有一件事 因为不信 弟兄姊妹一样 刚才我们读了多少美好的经文 神要把他赐给你 但是因为不信就没有办法进入 这是我今天牧师苦口婆心的劝你 讲给你听 你一定要进入上帝的法则的里面 今天以色列人摆在我们的面前 撒旦就是要让你说 你不要搞 你要搞你自己的 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变成宗教 花那么多的宗教 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弟兄姊妹上帝第一 接着下来才会对 你第一个扣子没有扣对 你第二个扣子扣歪的 以后怎么扣都是歪的 基督徒你生命的第一就是上帝 接着下来一切都会对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基督徒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 不信这一套 我有我的安排 有我的计划 有我的想法 所以难怪 你信了耶稣等于没信一样 你信了耶稣还是在旷野 你信了耶稣还是在埃及 从来没有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 两个以色列人不信的态度 第一个就是背叛神 这里说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不信就是背叛 一种有意无意 做跟神的计划 或心意相反的事 神说我要带你们进入迦南地 以色列人说不去 上帝说我要去 不去因为太难了 哇 巨人好可怕 哇 那个高墙太大了 哇 不能去 不能去 我不去 不去 上帝说你去 我不去 会不会很多人你跟神 上帝说去你去 一直跟神说我不去 我不信你啊 你是会害死我 很多基督徒啊 你为什么不敢做神的样子 你觉得上帝在害你 上帝在剥夺你 上帝在剥削你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这是撒旦的谎言 他一直让你不能够进入 因为你不信上帝的心意 你不照神的计划前进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信了耶稣我们却没有得到生命 也没有得到丰盛 而显出来的是一种背叛 上帝说这样 你却不做 你就说因为神啊 你讲的哦 一定会遭来极大的损失 你讲的我人生一片苦 一片愁苦 哎呀 我这样做 我的孩子就考不上台大了 救助怜悯我们 我们一边读圣经 一边做礼拜 一边说不可能 今天会不会有人 基督徒啊 你一边听牧师讲 一边说牧师啊 你都随便讲一讲 耳朵一点都不要听 不要听 求助怜悯 虽然牧师今天讲的话不好听 但是牧师实在渴望 下凯纳每一个人 都要进去得那流奶与蜜之地 有四种不幸的话 是我们很糟糕 会带来这种不幸的恶语 第一种 就是说环境的话 这里说到 我们在那里看到 亚纳族诚意又广大又坚固 他们说的都是环境的话 哇 亚纳族居然强 弟兄姊妹 一个有神没神的人分别的 没有神的人说的都是环境的话 在加拿婚宴的里面 酒用尽了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环境 是不是 没有酒了 资金没有了 问题发生了 酒用尽了 接着下来 你可以 你可以怎么说 你要怎么看 分别就在这里 有人可以说酒用尽了 哇 糟糕了 出错了 问题来了 完蛋了 你可以这样的讲 事实 这是事实 酒没有了 但是你听耶稣的母亲怎么说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 对于他们说 耶稣怎么告诉你们就怎么做 结果就是 水变为酒 好酒流到如今 你知道说环境话的人 从来不会有好酒流到如今的神迹 这是第一 让我们不要只说环境的话 它是事实 但是我讲过了 神有一个更高的事实 不要说夸大仇敌的话 他说 尘广大又兼顾 高德顶天 有没有夸大 高的顶天的墙多夸大 真有这么高吗 很高是没错 但是高到顶天 已经夸大了 一个人不信 就是说撒旦的话 把撒旦夸大 把问题夸大 把负面夸大 很多人喜欢说这种负面的话 夸大负面 有没有困难 有 但是经过他的口出来 就已经没救了 让我们不要说仇敌的话 以色列人说的都是仇敌的话 他们又大又高 诚意又广 又坚固 全部都是仇敌的话 第三种 叫做叫人惧怕的话 摩西说不要惊恐 可是他们的话却带来了惊恐 弟兄姊妹 从神来的话 都是叫人有盼望 有力量的 只有鬼的话 会叫人惊恐害怕 那弟兄姊妹 你说话 是叫人有盼望呢 还是说的 是叫人沮丧 黑暗害怕 第四种 说失败的话 还没有打仗 就先输了 先说输了 你有没有职业篮球比赛 最近我们这个林书好来 哪一队还没有 哪一队都是说我们会赢 有没有哪一队说 我们必输的 还要去打 不用打了吧 以色列让我们常常 就说失败 他们说 我们一定会被乳业 我们必输的打败 会死得很惨 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 永远是得胜 连在最惨的十字架 耶稣满脸都是血 被鞭打到鲜血淋漓 这么羞辱 在这么的惨的里面 被钉得奄奄一袭 最后 连这样耶稣最后的话是什么 成了 哇 我觉得基督教 太伟大了 连十字架都打不败 就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你了 你知道吗 每一次我看十字架 我就说主啊 打不败的 因为基督的信仰 就是充满了能力 连十字架都打不败 所以感谢主 所以基督徒 在神那里永远是得胜的 没有失败的 这么讲 基督徒啊 我们永远没有失败 因为上帝能够改变 能够把失败变成得胜 你有没有记得这句话 万事都互相效力 然后叫爱神的人得以处 所以听好了 你信神的话吗 这句话圣经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安慰 还是你的领受 就是万事都在为我效力 万事包括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你觉得好的不好的 都在为你效力 要叫你得以处 所以万事都是要叫我得以处 所以基督徒没有坏事 基督徒没有坏事 在神的里面 这是没有神的人讲不出来 没有神的人这句话是乱讲 但是有神的人 我们所有的立场 我们所有的建基 我们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上帝 因为上帝在那里 所以万事都是叫我得以处 万事都是好事 所以我们基督徒 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每一次我们面对环境 都是一种信心的考验 这个四种这种话语 让我们要离开 不让这些成为我们的失败 然后呢 这里Andy Stanley牧师讲了一句话 我们对事情不如意识的反应 比任何时候更能显出 我们对神的信心 请把这句话留 这句话我听 最近我才听到在信心里 其实对我都是很好的反省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 很容易就有一个负面的反应 负面反应包括很多 包括沮丧 包括忧愁忧虑是不是 包括害怕 包括很多很多 那更糟糕的就开始埋怨 等等这些 我们每一次事情来的反应 特别是不如意的时候 最能显出我们里面的信心 对神是真信还是不信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牧师曾经讲过 让我们学习 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句话都要说 神你做的最好 这句话不容易讲 但是你愿意说吗 神你做的最好 我们一起来讲 来 神你做的最好 不管是我们的感觉 不管我们的认识 不管我们想的通想不通 神你做的最好 训练 听牧师的 当你这个话出来 上帝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家庭 婚姻环境里面来工作 你当你讲这句话 就是引进天上的能力 让上帝来介入 因为你已经说了 神你做的最好 所以约瑟可以说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神的意思却是好的 神的好意大过人的坏意 所以你的坏意 被上帝的好意遮盖 也变成了好意 懂吗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 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抱怨 神你做的最好 第二个 你要训练 这是牧师学的秘诀 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都会遇到打击 遇到不如意 遇到那些也都让我们害怕 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又出问题了 要搞到什么时候 要把这些东西 什么时候我还能够喘一口气 什么时候才能没问题 第二个 没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但是我就感谢主 上帝现在开始操练 让我学习 每一个问题来 我说 祂是我的 感谢主 你圣经好 这是 就是这段圣经发生的故事 巨人 加勒约书亚说是 祂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巨人越大 我的食物越多 吃的比之准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样 你敢这样的时候说吗 你有这样的 向神的依靠吗 祂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基督徒 每一样问题来 明天到办公室 拿到一张不好的消息 你要说什么 好 你已经说了 明天就照做吧 你相信神 祂是我们的食物 上帝可以转换祂 成为我们的祝福 知道吗 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感谢主 神一生带领我 让我经历 真的每一个问题困难 走过之后 我就说 真是我的食物 让我越来越强大 你知道吗 让我越来越提升 这些问题困难没有打倒我 我在神的里面 不断的站上一阶 再上一阶 再上一阶 所以如今我能够站在这个高处 我要感谢 每一个困难问题 都是我的台阶 让我一阶一阶 到如今站上 我感谢主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一 上帝你做的最好 第二 对着困难说 你是我的食物 所以不要再害怕困难 不要再讨厌它 因为你讨厌它 你害怕它 你就已经落入失败的里面 你就负面消极 当我转换的时候 它是我的祝福 我就去拥抱它 你知道吗 我反而胜过 我就越快的脱离 这些困难问题 我感谢主 所以哈巴古书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八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没效力 田地不出两只天 哇 好惨 这个人怎么这么惨 弟兄姊妹你有这么惨吗 没有 没有人像他这么惨 连先知这么惨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这就是有上帝的人 永远大不败的内在的力量 因为上帝 你知道吗 因为上帝 我要因耶和华还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感谢主 盼望今天 让我们带着神的得胜 带着上帝的盼望祝福 回到我们跟人家 我们一起站起来 来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阿们 最后一段是 非常重要的最后几分钟 来 弟兄姊妹让我们转向他 感谢主 你不要浪费了这段的信息 神今天帮你带来 一定有话对你说 你要领受 让今天的崇拜 信息对你是祝福 成为你生命 成为你的供应 成为你的提升 从头再来 提升你 来到天 不要留在地 让我们来到宝座的面前 让我们的眼睛看的是天 让我们看的是宝座 让我们的眼睛看的是上帝 不要再看巨人了 不要再看巨人了 不要再看高墙 不要再看环境 在基督里 没有那身旧的事 再从头再次说 让神秘密 你提升我们现在 让我们都提升 提升 提升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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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 你若相信 你若相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你若相信 你若相信 以色列人的间接 不幸就落到失败的里面 不得进入 你若信 就必看见上帝的全能 和荣耀能力 跟神说我相信 你若相信 再来一次 你若相信 你若相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你若相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仰望祂 丢师妹把你的困难 好拖出来 仰望你的上帝 仰望那位赐福你的上帝 我们同神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同神开口来祷告 喔 丢师妹 让你开口这段时间 你听到的一句话 你有什么要跟神说的吗 有什么你要跟神想 你听了那么多 有没有哪一句话 你想跟神讲 有没有什么回应 你对上帝 阿利路亚耶稣 耶稣耶稣 祢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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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雅各一样抓着上帝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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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帮我们自己教导给祢 耶稣 我们向祢 阿们 耶稣 阿们 好不好 我们第一个祷告 跟神说 主啊 给我雅各的那个态度 给我大卫的态度 让我不是可有可 上帝祢不是对我 只是外加的 祢就是我的一切 我不容祢离开 我不容祢去 丢子杯 跟神说 主啊 虽然祢 像彼得说 主啊 祢知道我爱祢 虽然我很软弱 但是主我愿意 跟神说 主啊 让我向有雅各的态度 我要精进的抓住祢 我不容祢去 然后祢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跟神说 主啊 让我成为一个有神 要神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要神的人 不要像扫罗一样 做完四十年从来没有去找过约归 难怪大卫家被日渐心强盛 到少罗家日渐衰败 我们跟神祷告转变 好不好 同声开口为祢自己来祷告 哈利路亚 噢 主耶稣啊 我们在此的祷告 求主灵 弟兄姊妹你要神吗 你真要神吗 你紧紧的抓住神吗 弟兄啊 你带领家庭来敬拜神吗 你把神带到你的家吗 扫罗的金拜 扫罗的国 是没有约归 没有上帝的 大卫的国是有上帝同在的国 是有约归的国 你的家有约归吗 你的公司有约归吗 你的婚姻里面有约归吗 你去找约归吗 他说不容我的眼 修行不容我上从祂 直到为上帝找到安居之所 你要为你的家找到上帝的安居之所 跟神说我要找你 放在我的家里面 让我成为一个要上帝的人 阿们 阿们 第二个祷告 让我们出去不幸的恶心 跟不幸的恶语 让我们不要说环境的话 夸大仇敌的话 不要说叫人惧怕的话 叫人失败的话 跟神说主啊 让我的话只有报好信息 只有传福音报喜信 报好消息 主啊 不让我们的话 是带给人盼望 带给人力量 让我不要拆毁人 不要让人不能够进家那 不是我的话出来让人只有一片哭嚎 让人在我们的话里得到力量 得到盼望 得到刚强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 让我们的话转向神 让我们说神的话 让我们不说鬼话 不说人的话 不说环境的话 只说上帝的话 只说圣经的话 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我们再一次的祷告 愿上帝祢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每一个都在你面前 我相信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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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会来转变我们 祢会来转变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口转变 求主自己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 今天回到家里 明天到办公室 告诉神说 那些复辩不信的话 都要从我里面里 特别在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祢是怎么反应的 在不如意的时候 祢是怎么反应的 跟神说 主啊 让我都有正确的回应 让我的话语充满的正确 让我们第一句话出来就是 上帝啊 你做得最好 上帝那些困难问题 都是我的食物 都是我的祝福 有了上帝万事要互相效力 叫我得意做 谢谢我们的主 恩待我们每一位 阿们 最后一个祷告 跟神求 主啊 相信 祢要给我的是 一串要两个人才能够抬的葡萄 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给你的是 流奶与蜜之地 要给你的葡萄 不但要给你葡萄 也是要给你的是 一串要两个人才能够抬的葡萄 好 这样的祝福你的家 祝福你的工作 祝福你的事业 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噢 主啊 我赞美你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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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的上帝 主啊 你是那位美好 丰盛的那一位 带着你的美好回到我们的家里 带着你的祝福回到我们的工作的里面 谢谢你 让我们进去 得那流奶与蜜之地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零售 你要给我们那一串 两个人就要抬两人才的葡萄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我们的主 阿们 主啊 我们感谢祢 祢的话从来都不是要叫我们害怕 要打击我们 祢要把我们带进祢的丰盛的里面 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我们都领受了 主啊 进入祢的心意的里面 把那不幸的恶心恶语拿去 让我们都是成为一个信心的群体 谢谢我们的主 但愿我主耶稣祈祷的恩贵 天不得之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阿们 开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上帝祖福祢 上帝祖福祢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 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夏凯纳凌凉堂官网查询 夏凯纳凌凉堂祝您平安喜乐